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做客 CCC TV加拿大国际电视台会客厅 在今年的电影暑期党 电影战狼2 到目前为止已经收获了56亿的票房 可以说是创造了票房奇迹 那与此同时呢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来到了北美 想要打开北美电影市场大门 在今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期间呢 中国首部极地探险主题电影77天 就在多伦多举行了全球首映礼 那今天呢 我们就很高兴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电影推广发行方面的话题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 电影战狼2和秀春刀2的发行公司 企态文化的副总裁王毅先生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企态文化的王毅 我们也很高兴地邀请到了 电影77天的制片人 佟曼威女士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电影77天的制片人 佟曼威 那王先生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在今年的这个暑期档期间呢 我们企态文化是参与保底了 可以说是两部票房与口碑 极佳的电影 一部是战狼2 一部是秀春刀2 那对比于这种商业片来说 这次企态文化为什么选择了77天这样一部极地探险主题的电影来进行发行呢 今天暑期档确实两部电影 我们深度参与的一部秀春刀2 它先一部上映是在7月19号上映的 然后另外一部战狼2 7月27号提前有那么几个小时 然后正式上映时间是7月28号上映的战狼2 确实两部片子从口碑来讲呢 应该算是今年暑期档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个从票房成绩来看的话 战狼2已经打破了国产电影的票房记录 而且已经打进了就是全球票房记录的前100名 打破了好莱坞的垄断 确实算得上是一个票房的奇迹也好 票房的神话也好 其实对于很多深度参与这个项目的发行公司 宣传公司包括导演自己本身的团队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那其实选择和这样的商业电影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进行它的宣传发行工作 和与77天深度结缘 我们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宣传发行工作 两者并不矛盾 那对于像秀春刀2或者是战狼2这样的目标直指票房 然后它的影片也本身带有很浓重的商业电影的属性的这种影片来讲的话 而且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了 因为他们都有这个一是吧 都有前作 对都有前作 你可以在前作的基础上对第二集进行一些判断 就是它的喜欢的观众人群是哪些 然后你的票房预期是多少 然后你的宣传工作要做哪些事情 这些可能有一些基础的判断 那和77天这次的深度合作来进行它的宣传工作呢 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影片在国内的电影市场上是一个稀缺的类型 77天讲述的是一个冒险 讲述的是一个探寻人本性内心心灵的这么一个故事 可能这种冒险的探险的类型的电影在北美市场 或者说海外电影有很多导演啊演员已经尝试过了 但实际上咱们的77天选择在国内拍摄 而且是国内的一流的导演演员 包括它的主创团队 这样的类型的影片是没有的 前所未见的 那前所未见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一定的风险性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任何电影的从它开始组盘 要进行这样的投资拍摄 这个佟总非常熟悉 它肯定是具备风险性的 一个影片最后的完成的情况 和你一开始出发的那个点 中间有很多条路 山顶就在那儿 上山的路有千千万万条 然后你走在半道的时候 没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 所以77天这样的电影 从导演当时决定拍摄到现在成片 这个过程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 中间遇到过无数的困难 它克服了 而且完成的很好 那从影片已经拍摄完毕 到上映 面对市场 面对观众 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 这其中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去克服 不能说没有风险 那是什么原因让其他选择了77天 这是一个互相的选择 其实像77天这样的一部电影 在国内也不乏很多的发行公司 对它很青睐的 对这样的一个影片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应该说是接触这个影片和导演和制片人 我们的接触 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信任和默契 认为说这样的一支团队对我们的影片感兴趣 而且有能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态度加能力的事情 就是双方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你们愿意为我们这部影片助力 同时你们也有能力把我们这部影片发行好 所以达成了这样的合作 应该这样理解 对那对于童女士来说 您作为制片人 当初在《立项》这个电影《77天》的时候 主要是基于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我们有一款海报 上面有一个口号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一个念头 然后一段旅行 然后去你想去的远方 所以其实我们是追随了我们导演的一个念头 对因为他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可能是在我们中国的男性的演员当中 他的这个户外冒险精神是最强的 对他叫赵汉堂 然后我们大家这个团队是由于他集结在一起的 包括之后我们又结识了《起态文化》这边王总 对刚刚特别感谢王总对我们影片的支持 对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一部影片 它要从孕育到最后发展到成熟 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 当然前期拍摄是会比较困难 因为这种类型的影片确实在国内是极其少见的 但是在之后的所有的这个宣发的这个渠道上来讲 还有包括我们那些推广什么的 这些都要靠其他文化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 对是这样 刚才制片人讲到了一个念头 一段旅行非常的吸引人 那对于王总您来说 咱们其他文化在接这部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 比如说做一些调查 中国的这个户外运动的人群到底有多少 我们的这个观众大概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 就是做一个人群画像 这是每一部影片拿到手里之后 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产品摆在这里 你的客户在哪里 对吧 你肯定要对你的这个用户人群做一个画像 其实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属于所有的爱好户外探险的人群的 但是这个人群本身数量目前在中国就是大几百万人的一个基数 而且还在逐年的增长 现在大家愿意去到远方 愿意去追寻诗意 探寻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人群越来越多 那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用户画像的时候 可能这是我们的基础人群 那他们的数量存在 而且不在少数 那具体是多少人 待会导演可以做一个分享 因为他本身是户外 户外人群当中非常资深的一员 而且对这些人群的喜好心理 有比较深的研究 那我们从电影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一定是我们的基础人群 而且这个存量很多 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说 就是我们在这个推广发行的过程中 有没有也去找一些 比如说户外探险家 或者是户外运动品牌 一起来做这种联合的发行推广 这个一定是要做的 就是我们这部影片 既然它有这样的存量人群 你肯定要打动它 首先他们就相当于是 你做一个产品的种子用户 种子用户 对吧 它是口碑发酵的原点 可能他们看到这样的电影的时候 就有念头就说 这是讲我们户外人群 讲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影片 那我可能比较感兴趣 那他第一时间走进电影院 去观影之后的话 如果他觉得好 他会分享给他身边的伙伴 有相同爱好的朋友 那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是我们的种子用户 那这种扩散的效应 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传播效率是最高的 就是口碑好 对 就是你身边一个朋友告诉你 这个特别好 你比较信任他 一个广告公司告诉你 这东西特别好 你可能说更信任朋友 这是广告吧 对 所以就这么一个理解 那么户外的这个人群 我们怎么样去调动它呢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 现在目前有很多的这种 不管说是群体 小的群体 社团组织也好 还是有一些户外的品牌也好 户外产品 他们就本身有一些 自己的存量的客户 或者叫做他们的忠实的拥顿 那在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整合的过程了 在发行工作当中 我们把它叫做一业合作 可能是跨行业的一种合作方式 来利用他们的 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渠道 来把我们电影的讯息 推广给这样的人群 那对于童女士来说 有没有去了解这个 户外运动方面的人群的信息 然后来补充到我们这部影片的 这个推广发行当中呢 这个其实讲起来还是要有一个小故事的 因为其实我们是有大概 应该有小上百号人的一个 就是梦想合伙人 对 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 我们国家的一些 就是怎么讲 就是这些户外爱好者 他们其实给了我们特别大的支持 我们有一部分费用里面 是有一些众筹 对 是他们帮我们筹到的 对 然后我们叫他们梦想合伙人 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一个同样的梦想 对 就是要可能走到户外去 然后走到远方去 找到自己的未来的方向 对 他们应该得知我们要开拍这个77天 应该非常的感兴趣 特别的兴奋 因为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八千米 对 那个是我们的一个聚集地 其实是在北京是一个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咖啡厅 对 然后我们有很多就是有关于这个电影当中 出现的一些想法 包括我们可能我们的宣发团队在那边开会 对 聚集在那里 能够明显感受到就是他们对这个电影的热情 甚至他们对这种户外题材的这种渴求 就是这些户外爱好者 他们也参与到了这个电影的创作过程当中 前期创作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在我们的后期宣发当中体现的还是蛮多的 当然导演他也有在这个拍这个戏之前 也有就是我们前期筹备工作当中 准备了大量的户外的这些信息 包括我们像这个题材是采自于这个杨柳松 他的这个小说嘛 所以里面到底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实现的 哪些部分是实现不了的 这些我们都有做一些考究 对 那众人食材火焰高 应该是有很多的创意和灵感 在我们这个电影的宣传发行当中 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具体的电影77天方面的信息 那对于两位来说 作为这个资深的电影人 如何看待中国电影在北美市场的这种推广 您觉得就是中国电影在北美会受到欢迎吗 首先北美市场 首先就是多多电影节大家都知道 它主要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电影交易市场 然后每年大概我了解到的是 每年有大概6000多部影片会在这边做展映 然后让大家知道 然后国内也有很多的那个电影从业人员 他们会在多伦多电影节期间来到这里 可能有的人甚至要待上半个月到一个月 来看所有的片子 所以它其实对我们无疑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对 然后国内的影片呢 这些年其实除了一些合拍片之外 现在目前还有另外的一些合作方式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国产电影 但是会和北美这边的比如特效公司 比如还有一些制片公司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资本公司的一些结合 对这些都是有的 那对于王先生来说 如何看待中国电影在北美市场的发行推广 其实我们公司主要做的项目 还是在国内的市场上的宣传和发行的工作 那至于这个问题问到我了 说中国的电影国产的电影 如果说要推广到海外 尤其是推广到北美地区 其实难度还挺大的 就是国产电影的票房 你可以看到从14年之后吧 15年有一个突飞猛进 16年呢增速略为放缓 17年呢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增速 然后中国电影的市场票房已经是全球第二了 仅次于北美地区 那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这么大的票房产出 它主要都是源自于自己的内需 都是中国观众贡献出来的票房 有很少有国产的影片 能够到海外发行取得特别好成绩的 就是相比于它国内的票房情况 那我们公司在做国内市场的时候 并不仅仅只做国产电影的宣发 也有刚才说到的合拍的电影 也有包括像现在的买断分账的模式 就是我们俗称在国内的电影发行工作当中 叫做批片 就是它国内的片商买断了 在海外地区的一部电影 在中国大陆地区所有的票房分账的权益 明显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海外的电影在中国市场上 往往发行的工作呢 如果这个片子本身的质量很好 取得的票房成绩相对来说是非常可观的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超越它在北美市场的表现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国内的片子挺好的 大家都很喜欢 国内票房也很好 放到北美来上映 可能票房情况就不那么理想 这个推广的工作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影片本身 也存在一个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宣传发行工作 如何能够落地 如何能够调动起当地市场观众的兴趣 所以我还需要我们中国的电影人跟包括北美的电影人多多的合作和沟通 共同来探索 没错 那就是两位资深的电影人今天在 那很多观众也很好奇 我们一般要选择一部电影进行宣传推广 是基于哪些因素呢 比如说这部影片里是有这个大腕明星 还是说要看他的市场数据 还是说这部影片的题材特别好 到底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这个是这样的 有很多影片是存在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比方说彤总这边完成了一部片子 他作为制片人 作为一开始的原始的出品方也好 就代表着这个影片的制作团队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摆在这儿了 接下来他要面向市场了 中间需要有人来进行所有的宣传推广工作 和院线去谈排片 去做拷贝 去落阵地 分发物料等等一系列工作 哪个团队来做呢 市场上要ABCD 很多的选择 那这个时候彤总就可以比较 大家来给我提案吧 你做我这个片子 你是怎么样来设想这个方案的 然后你是如何去执行的 你以往执行过哪些片子的宣发工作 完成情况如何 取得了什么样的市场票房成绩 OK 有ABCD来提案了 彤总说 这三家可能没有这家好 咱们聊一聊 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宣传发行公司 每年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偏方 因为这家宣发公司之前有过比较成功的案例 在业内有比较好的口碑 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出现任何不愉快 大家是讲道理的 有原则有底线的 那好 那这家宣发公司可能面对的偏方也有ABCD 那大家纷纷说邀请 周四下午吧 咱们去看个片 好 带着团队一块去看片了 看完之后感觉说 这片很不错呀 我们如何来判断这部片子不错呢 有您刚才提到的 题材 卡丝阵容 试效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故事 故事本身 故事本身 还有影片的完成度 以及我们也要动脑筋琢磨说 这样的一个作品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用什么方法把它推广给观众呢 我们自己有一些渠道的优势 我们在内容生产上面 我们会根据这个影片去有一些创意点 那么我们利用渠道可以把这些创意点传递给受众 那么他们有好奇心 有认知度 回头会去影片 去市场上 去影院 去观影 也许我们通过这样的努力 可以把这个片子发到一个预想的成绩 这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双向选择 那如果从宣发公司的角度来 维度来判断一部影片 是不是一部真正值得去 努力去做的影片 那可能就是刚才的那些维度 但是其实这个判断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电影还更多程度上 它是一个感性的艺术 对 你不能说 看跟这部影片有没有缘分 有没有缘分 你看完之后 有没有特别激发你的这个灵感 就像当时我们去看77天 回来之后 这片好啊 特别好 好在哪呢 我说 哪都好 挺好 哪都好 谢谢王总 谢谢 我说挺好的 首先有一个很多片子 故事都没讲清楚 咱们这篇故事讲得很明白 很有正能量 解释也好 完成度也高 很美 就是让人觉得说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 去把它推向一个 它应有高度的影片 那对于童女士来说 ABCD四个公司摆在您面前了 然后您是如何选择的 没有 刚刚王总其实讲得很谦虚 因为首先 其他文化在国内 就是有它自己非常多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对 首先从作为我们出品方或者制片方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选择宣发团队的时候 首先会看它的经验值 对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它原来发过哪些片 可能从中有哪些影片跟我们类似 或者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但是这个很基础 就像王总刚讲的 其实它是没有个标准化的 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真诚度 因为对于两家公司来说 首先王总刚刚讲到 我们彼此是认可的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彼此欣赏 那第二点就是讲真 我们接触了王总这个团队之后 我们认为每一个工作人员 和我们的幕后团队 大家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 想把这个片子发好 然后发自内心的去爱这个影片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 我们共同想为这样一个影片去努力 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这个可能才是我们最终选择 起态的一个原因 对 刚才彤总也说了 就是很相信起态 看好起态的实力 那我想就很多观众也很 就是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说到了 战狼2 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票房奇迹 这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秘诀呢 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透露一下吗 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下一个问题是不是就该问我 对 我对77天的这个 对 想问一下对于77天的预期 其实 战狼2在国内发行不止56亿号 56亿3 我昨天晚上看到的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 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成绩 就是它有一定的这种 你实力摆在那儿 是肯定的 但是之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可能就是天时地利 人和加上一些运气 这些成分都有 那你要说战狼2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说的 值得被分享的一些经验的话 其实从前到后这么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很多环节完成的都应该算得上是非常的重要的 首先影片本身 吴京导演把这部影片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孕育 第一部的时候当时有新闻说为了拍战狼1 种种磨难 种种辛苦大家都知道 那拍战狼2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些辛苦和磨难了吗 依然存在 当时他为了做这个片子 时间也一直在赶 工期在赶 然后中间用了很多的各个方面的团队 包括海外的一些优秀的动作指导 后期特效啊 有什么一些团队在磨合 他自己在拍第一场戏里面那个水下一镜到底的时候 也是人都要休克了 就是拿命拼出来的一个影片 就是说作品本身的质量还在那儿 这是一个基础 那后续宣发的工作当中 怎么样能够把一个好的影片推到它应有的一个高度 那我们的工作完成的应该是扎实有效 我们可以给自己打上一个80分到90分 但是不敢说给自己就是 是不是就一定做到了最好呢 这谁也不能说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个人跑了30成路演 然后每一程都那么辛苦 他为这个片子做的事情肯定是一个基础 我们应该说是在后期 这部电影后期的主要物料 就是我们所说的预告片也好 海报也好 一共前前后后用了不下五支团队 就是真是一个大的工程 然后每一个在其中的团队都像非常好的良好的运转了 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然后它实现了最后的超越保底票房很多的一个成绩 我们当然都喜闻乐见 因为有收益 至于说在这个收益基础上 如果我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说我们调动了很多的企业参与这个影片的夜合作 我们用了很多的新媒体的传播手段 把影片的一些物料信息传播给观众 是的 这些都现在在成功的基础上 我们都可以说 这是我们做的很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说 这就是有必然性 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就是也是《战狼2》已经上映之后 因为它实现了最快速破10亿 最快速破20亿 之后就有一个提法叫做精神股东 什么意思呢 股东是对一个项目有投资 他是股东 那好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开始不自觉的刷票房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网站啊软件啊 可以看那个票房表现的成绩 那精神股东好像就是 这事赚了钱跟我有关系似的 天天 哎呦 今天21亿了 哎呦 今天22亿了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票房成绩还确实都挺关心的 那77天这样一个项目摆在这了 你说我们对它有一个多高的一个票房预期 这问题在于 好 那么首先我们有一套反推的公式 在任何的可能做项目的人眼里都有这样 成本是多少 那我至少应该要满足成本回收吧 然后可能要实现正向盈利吧 那盈利比例应该是多少 但是电影业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这样计算啊 还是有风险的 不是说不是说我花4000万拍了一个电影 你就必须给我一个亿的票房啊 我这个票房能够把我成本cover掉了 然后我再去电视版权新媒体版权还要发行 我有更高的收益 没有这样的必然情 所以对于这样 我在很多电影的票房预期的这种预测的时候 我在我们公司里是一个绝对的保守派 保守派 我们公司发行过的好多的影片 我在内部的会议当中的预期 都是最后实际票房的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 我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冷静一点 所以你问我具体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不好说出来我那种感受 好 还是相对保守 留一个悬念 电影发行很多时候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这种未知 佟女士 那您怎么看待电影77天的票房和这个市场呢 首先刚刚王总说的一句话 我们特别的赞同 也就是说电影最好玩的地方在于它的未知性 那我们不愿意对我们的票房做预估 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去喜欢它 昨天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北美的首映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进影院的时候是比较忐忑的 因为原来我们在工作室去看它的时候 都是可能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荧幕上 去看毕竟没有真正在大荧幕上得到观众真正的互动 看到观众对它的反应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最期待的 我们想知道哪一个环节大家更喜欢 然后哪一个环节大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作用 对 然后昨天在电影结束的时候 然后王总说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有信心 他说我看完之后更有信心 对 所以我们昨天团队都非常开心 然后我们有好多朋友去看了 然后他们在我们的朋友圈 甚至是和我们的微信有很多的互动 然后上面都有写他们对我们电影的一些感受 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 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反馈 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热烈 是这样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 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还是想再请二位说一下 对于我们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印象如何 比如说明年还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TIFF 那之后会为这个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做着什么样的努力 可以简短的说一下 分享一下吗 其实是我每年 其实大部分都有来TIFF 对 因为我跟这边也有一些合作 但是今年是首次带自己的片子过来 然后毕竟这种心情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过来 对 然后充分的感受到 就是在这边多伦多 所有的亲朋好友 还有大家观众们对我们的喜爱 然后非常的热情 对 这个是我们最期待的 好的 那王先生您怎么看 我是第一次来多伦多 那肯定也是第一次参加多伦多的国际电影节了 之前有了解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是市场交易非常活跃的一个电影节 来看的就是影片很多 选片的人也很多 这次来的时间比较仓促 很可惜没有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能够去 除了自己的77天之外 去别的影城去看一看 其他的影片 我觉得这种交流机会特别好 然后我也期待着明年还能够继续来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能够和更多的参展的片方能够有交流 电影人之间的这种碰撞啊 不管是短短几句还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这种会晤的形式 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灵感 希望能够有机会还来 那我们下一步要再合作一下 对明年带着再合作的芯片 然后来到我们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这里了 非常的感谢王毅先生和童漫威女士做客 我们加拿大国际电视台CCCTV 也非常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预祝电影77天票房大卖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